木鞋是荷兰的四宝之一 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800多年前 当时的人因为贫穷买不起鞋 所以只能用木头制造成鞋子来保护双脚 现在已经变成一种文化传承了下来 木鞋一般由白羊木制成 因为这种木头容易雕刻 穿上脚也不会有木裂片 工厂会使用像这样的以锡基模型来塑造鞋型 每种木鞋的每个尺寸都会有模型 工人首先把模型锁在复制的机器上 然后在它的旁边放两个毛坯 启动机器后 它会围绕模型的线条进行移动 上面的轮子会仿造模型的动作 刀片会上下移动切割木块 从而复制木鞋的整体轮廓 机器上只装了一个模型 机器却能切割出一双鞋子 这是因为最左边的轮子是反向旋转的 所以可以制造出两个镜像的复制品 现在需要制造鞋背的部分 工人把有鞋子轮廓的木块放在钻孔机上 中间的杆子上的旋转头 会跟着模型内的曲线运作 慢慢的把鞋子内部挖空 现在工人开始转换角度 让爆孔棒可以挖得更深 一直到鞋头 接着机器会把鞋头朝下移动 倒出鞋子里的木鞋 经过一段时间的干燥后 工人用电锯把木鞋前端的圆丘切除 并检查木鞋是否存在瑕疵 接着用圆盘模轮机 磨平鞋根的圆丘 并雕琢鞋头的形状 现在制鞋师傅 正在用柱状磨砂机磨平鞋口 然后再换成气球磨砂机 因为这种机器里 有个充气袋 会依照鞋子的形状伸缩 现在到了最后的步骤 一位画家会把副鞋纸铺在鞋子上 把副鞋纸上的图案 用铅笔描绘到木鞋上之后 再用电烙笔刻画 它会根据尺座和线条的深度 来变换笔头和温度 最后用水性颜料 给木鞋上的图案上色 再涂上三层水性清漆 使图案更加持久 这样木鞋就制作完成了